客观评价习近平、上、作者、方舟与中国、播讲、夏秋年、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为奸 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 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 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 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 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 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 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观 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 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 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 让权力前所未有的集中 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 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 中国举办抗战70周年大阅兵时表现的尤其突出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 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 他坐上官吏车巡视三军 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 反而显得神情僵硬 意气消沉 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虾平伟大统帅由于过度紧张 用左手向授阅军人敬礼 闹出一个大笑话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 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 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 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 不过六十出头 而回顾1984年的阅兵事 邓小平以八十高龄 却依然显得精神绝朔 惆怅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 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 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 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 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 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 甚至比军权更重要 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 把领袖魅力定义为 人格的某种特质 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 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 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 凡人无法获得他们 而他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 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 魅力型权威则是 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 神奇的洞见或成就 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利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 对此做了一层注解 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 加上内心成名 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从历史上来看 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 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善递发生冲突 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 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 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 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兽的印记 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军权神兽的意味 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 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 而对领导者来说 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 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 瞎注锚点就是定位 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 标示着他在云云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 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 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 因为他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 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 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 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 皇帝可以居高临下 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 友人和导师 他们富有学识 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 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 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 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 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 他评价习道很乏味 没人会记得他 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 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 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 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 他们还急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 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涵盖 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 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 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 但习近平心有不甘 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 这让他强烈的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担惊绝 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契局的概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口号只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 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 他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 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 因为他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折服和衰微的状态 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 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 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 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 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 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 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 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 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 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 以及后天魔力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 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 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 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主定 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 因为本故才能夜貌 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 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 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 也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 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 他创造了很多概念 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 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 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 在历任领导人中 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 瞎评 言之无误 在2016年的20国集团峰会上 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 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 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 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 以至于不可自拔的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 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 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 但从人格上来说 他却是一个被动者 从头至尾 他都很少坦然的自我表达 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 显得异步异趋 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 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 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 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 在2021年7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 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 但在进尾声时 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 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 习近平浑浑噩噩的问了句 我这说完了吗 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 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 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 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 中国打算如何应对 他思索一阵后 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答道 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 有没有这个内容 作者著 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瞎评 习大大靠小本本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 他无法自如的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 而面对这一幕 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 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 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 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 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 在这上面 人们不免联想到邓霍江这些领袖 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风 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和杨洁篪都一脸茫然 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 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为避免更多的挫折 习近平只能尽少的表现自己 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的低调处理 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 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 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 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的会延伸到政权本身 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 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 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 为稳固权威 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并在十九大时将其写入党章 又在次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 与此同时 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 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 也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 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和理性 同时为了稳住局势 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 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 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平原而批评他 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有有过之 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 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源 以维护领袖的伟案形象 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正纲 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 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 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 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 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 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 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 能言善道 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 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 也曾在哈佛演讲 薄熙来不是总书记 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 他们身上总有发觉不尽的素材 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源的鼓噪 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 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 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 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 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目 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他维持地位永固 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 网评源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 其引导舆论的编辑效益也在递减 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县内表工的时候 往往不知节制 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 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 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 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 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 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 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 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观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 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 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 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 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 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 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 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 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 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 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 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 他在一篇讲话中说 不良文风蔓延开来 不仅损害讲话者维闻者自身形象 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 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 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 作为一个领导人 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 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 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 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 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 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 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 并希望他执政终身 这些娇柔造作的奉承 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 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 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 但又需要他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的往他身上贴金 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 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 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 虾平滥习胡不上墙 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厌过无痕 无法铸留 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 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 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 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 即便最会搬弄辞早的人 也感到利有不殆 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 媒体都像如获至宝 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 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 总会消散 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 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 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 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 他的执政就像溢水行舟 需要马不停蹄的造势 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 形象就会迅速褪色 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 但无奈朽目难知 付出再多努力 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虾平 呼啦啦似大煞青 昏惨惨似登将近 下集节目预告 大国内政一 重塑权威 大国内政二 均威于法治 大国内政一 感谢观看